凯特王妃患癌后,查尔斯直接重用塔米兰,不给王室旁任何机会 根据外媒爆料,尤金尼和碧翠斯满腐牢骚,原因是没有得到查尔斯国王的重用 凯特王妃患癌没跟王妃离开王室,这个时候查尔斯理应重用王室旁之,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安德鲁王子虽然名声很差,然而却热衷王室公务,希望参与到国家大使当中 尤其维尔是王妃患癌后,让安德鲁一脉看到了希望,甚至一度传出,查尔斯要重用两个执拟 现实却是冰冷和残酷的,两位核心成员患癌后,最风光的无疑是卡米拉王后 即使已经76岁高龄,卡米拉还是连轴转亮相公务,的确是尽之尽责到了极点 尤金尼和碧翠斯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亮相了几场不痛不痒的慈善公务,就再也没有下文 爱德华王子膝下的叶一名,倒是低调本分,作为实名开外的继承人,他们对王室公务根本不感兴趣 由于安德鲁王子劣迹斑斑,导致一度宣布退出王室公务 即使如今勉强被查尔斯接纳,并且还亮相了几次活动,但是两位旁之公主并不受众 他们最生气的点在于,既然凯特王妃已经入院,暂停一切公务,为什么还是得不到一点机会 犯错的是父亲安德鲁,为我们要让自己受连累,搞得整家人都声名狼藉 显然在查尔斯的心中,凯特要比两个侄女更加重要,于公于私都是如此 凯特的身份是英国王楚飞,她的安危关心着英国王室的命运 尤金妮和碧翠斯则不同,充其量只是王室小透明 当然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宫斗中,卡米拉成了暂时的胜利者 不光出席多场重要公务,而且民间支持率也奇迹般上场,眼看就要洗白成功 现代人们对凯特王妃的关心,远远超过了王室公务 虽然是平民女子,但是凯特王妃仁美心善,多年来积累了好人缘 在关键时刻发挥出重要作用 由于王室的决策失误,导致凯特不得不亲自出警 坐在温纱车城堡的长椅上陈述并且 在两分多的视频中,凯特也提到了威廉王子 认为丈夫默默支持和照顾自己,感受到了温暖或爱意 根据外媒爆料,凯特确诊癌症的那天,恰逢威廉王子教父的追悼会 在公务开始前的最后一刻,威廉王子被迫退出,当时还遭到很多网友的冷嘲热讽 如今看来威廉王子也很不容易,两位至今全部换来,王室爆发了严重的健康危机 这个时候安德鲁的两个女儿跳出来,认为自己没有得到查尔斯的重用 其实不光帮不上忙,反而让局势更加复杂 凯特换来,虽然是个悲伤的消息,但是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比如提高了人们的体检意识 自从凯特宣布换来后,癌症研究中心网站的访问量激增了5倍 看来也算起到了警觉的作用 威廉氏王妃心情低落,被爆患上了抑郁症,跟阴谋论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如视频中所说,我们还是多给凯特一点时间和空间 步步紧逼和阴谋论,没有一点好处,只能加剧他的负面情绪